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來繼續介紹斯普拉頓3的武器地圖小介紹 Part 2 距離發售也僅剩一個月啦 真的是好期待啊 好的 馬上進入主題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場管爆裂槍直擊的瞬間會產生明亮的音效 被擊中的對手馬上升天 具有超高度的移卻傷害及常射程的武器 雖然說即發間隔比較慘 不過對於老手來說通常都會保持直加的距離 你只要被打上一發 通常一定黏角角 再補一發就讓你回家家 這次的造型好像稍稍有些不一樣 烽火輪式的圖騰 彷彿像暴走足的機車殼 直接掛在前後 在遊戲開場就先讓你感受十足的霸氣 噴出火焰吧 爆裂猩猩NOVA 這把武器雖然射程短 射速也沒有蠟比來得快 但它的暴風範圍極大 直擊也是一發送回家 對於高高低低的場地或是埋伏特別好用 通常也是看到人就已經來不及了 這次發行的架構是新設計的 在商店很難買到的人際商品 不過就有塗裝上來看 這次有把前後蓋設計成半透明式的 可以看到裡面的內裝結構 好吧 半透明的有帥就原諒你啦 這邊是全新戰鬥場地 NAMELO 是一種魚剁碎的刺身 所以應該可以翻成金屬涼拌生魚場吧 被遺棄在荒野之中的巨大船內 收集金屬垃圾的花枝們聚集在此 最終發展成為以拆解業為中心的工業區 目前這艘巨輪所在的區域是一片荒野 曾幾何時是一片汪洋大海 從這個地圖上看來 感覺跟二代的礦山蠻像的 就是屬於狹長型的地圖 左右兩邊聳立的金屬垃圾山 不知道是不是能攀爬上去 如果可以 那又會是一個首長的甜蜜點了 噴化在中間的鐵網 讓我覺得開心起來真是令人期待啊 斯普拉雙槍 具有標準性能的雙槍系代表在 機動性射程都有很好的表現 這把副武器帶水球非常好用 雙槍獨有的特性就是 可以翻滾極具強大的機動性 可以讓對手在瞬間無法反應過來 藉此擊殺對手 這一把雙槍的連續翻滾次數是兩次 硬直的時間 一般翻滾過後射速較快且集中 位置上來說 作為前排 中前排都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對於想要帥一波的朋友 這把真心推薦可以練一下 看看啊 紅牙刷 這把具有輕量化 極速翻滾特性的雙槍 雖然射程很短 但相對的也賦予了高傷害及高射速 而且翻滾過後的射速也會提升喔 在二代之中 紅牙刷其實是我起家的武器啊 我當初就是因為可以高速翻滾 以及回到戰場上的必控 非常喜歡這把武器 讓隊友可以快速捧位 同時我們自己又可以深入低音一舉攻破 把對手打的一個措手不羈 現在很好奇三代的富器是不是一樣呢 巴布羅 雖然傷害不高 但幾具滑順機動性 是否常常在場上怎麼打就是打不到他 沒錯就是喜歡在你面前 五刀弄見的巴布羅 尤其是那種身穿引遊埋伏起來的 真的出現就像恐怖遊戲一樣 被嚇到一個措手不羈就死翹翹了啊 北斋僅使用被嚴選過的木材來製作 以職人的技術製作而成的藝品 這把在二代使用的人其實也不算是少 每次最容易忽略就是 北斋的射存範圍其實比想像中的還要遠得多啊 你總是會覺得自己應該打得到 或是躲得過 但每每先回家的就是自己 這就是北斋摸不透的射程距離啊 看著這次的塗裝雖然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在質感上可以看到高級木紋的感覺 從中間的吉墨河連貫著一條出送線 北斋多額纖細的毛術 感覺真的拿來寫字應該會合佔 期待有朝一日可以拿它來刷刷人 順便寫上 OMAY WASHING DA 中散PALA SHIRTAR 這個PALA的意思取自於陽傘的PALA SOLU 以及庇護手的SHIRTAR 作為防護傘中最具代表性的武器 以傘面防御用末彈攻擊 在各式各樣的場地都能展現得十分活躍喔 傘系武器對於很多初學者來說十分討厭 如果對方開傘了 好像怎麼打都打不到 對於對槍方式只能想辦法讓妹丟個炸彈 或是抓到收傘的時機 是一把需要好好思考的武器 這一把中傘不像特務傘無法邊開傘邊發 但它的機動性還是很完善的 露營庇護傘重量級大型保護傘 三面無敵大可以保護數名隊友 讓隊友一邊在前線壓制一邊做保護 露營傘又俗稱重傘 由於算是重型武器 所以它的機動性也比較低 但相對的傷害也是比較高 閃面能承受的傷害比較高 在槍塔跟搶魚 有時候會看到開了傘之後就集體進攻 那股攻勢真的看到心都涼了 要突破重傘的防線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啊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的介紹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會繼續努力推出不同的影片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喔 感謝各位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